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台股今天做一个反弹 这一波的台股市下跌了3000点 3003点 然后再反弹1191点 接下来两天拉回 今天再做一个反弹 目前从最低点15616 反弹上来的幅度是989点 下跌3000 反弹988 当然操作上的难度是很高的 大概就是这个图来做个说明 好 那我们看说股市的世界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界 赢家跟输家 敬畏分明 那怎么判断赢家 怎么判断输家 很简单 你本子刷下去就知道了 你刷完之后发现你的钱变少了 那你就输家 那你刷进去发现钱越来越多 那你当然就是赢家 所以我们说股市世界它是一个怎么样 赢家跟输家 敬畏分明 赢者全拿 胜者为王 当然输的人就是变成赚钱给别人花 这个就是很可怜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赢家 在这边 赢家要跟对人 卓越的分析师 他总是能够领先市场 洞悉市场的危机 就像这波跌3000点 你要看得懂 不然下去就惨了 看到转机 看到危机跟转机 当然就是最卓越的 而且要领先市场 那目前到底谁能做得到 不多啦 真的能够领先市场的 太难太难了 好 那我们看看一些股票 看一些族群 看ABF 看IC设计 看航运股 市场最关注的三大族群 到底怎么看 来 今天的新闻 好 南电5月营收历史次高 不错啊 试试下去5月又上来 这是它的营收图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想想看 南电的股价应该在哪里 对 绩效这么棒啊 它股价应该不得了啊 可是好像没有 好不好 ABF族群怎么看 这张图是 这个2月16号的 张一鸣就更明显跟你讲 三个字 转落了2月16号 真的吗 不要鬼扯 电视画面在这里 这东森电视台的电视画面 ABF族群转落了 2月16号电视画面讲的 这不能开玩笑 这有东森的logo 这不是我伪造的 2月16号节目一定有讲 ABF转落了 到底有没有转落 真的很惨 这一段跌了惨兮兮的 跌快四成 所以这一段如果你没有避开 股价来到八个月底点 那你想想看 你会赔掉很多很多的钱 当然你会把你的心情 把你的自信都赔在股市里面 有些人做完股票没自信了 他本来赚很多钱很有自信 做完股票发现他这根本就是一个笨蛋 怎么做都做不赢 其实做股票有方法 有技巧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 赵云真的有讲 我早就跟你讲了 我不是似乎有马后炮的 有 如果你没有避开 到现在六月份 你看你要赔多少钱 赵云真的有讲吗 电视画面 3月1号 有 3月3号 3月4号 连续讲了3天 跟你讲这转空了 这不是似乎马后炮的 要能够领先市场太难了 赵云早就跟你讲 领先市场跟你讲 这已经转弱了 好 一段行情之后 哎呦 竟然102块 比101还高 101只有101 102块空单两次而已 把它放到口袋里面 何等的开心 何等的有自信 做股票要越做越有自信 不要做到后来垂头上去 很可怜 好像打败仗一样 那真的是很可惜 所以做对方向 那你当然就赢钱 就有自信 好 南电 这样跌下来 这样跌下来 给他赚个102块 好像也没什么 都要很正常 不是跟你讲了吗 我空两次就把102块 放到口袋里面 有什么困难 做对方向就可以 好 那今天ABC的族群怎么看 今天是6月6号了 经过一番大风雪 寒冬 沿冬好像还没有走进 春风还没有吹过来 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跟定义 懂意思吗 当然你可以慢慢验证 我跟你讲 是对不对 寒业 沿寒还没有走进 但是 沿寒好像将近 可是还没有走进 春天也还没有来 春风便没有吹过来 这是目前ABF族群的概况 为什么赵爱民这样来跟你分析 为什么说沿冬 还没有走进 春风也没有吹过来 来 寒冬来了 三线走空 那走到这里跌那么深了 现在刚好举在最低点 那请问有三线翻多了吗 没有 我没有看到 所以跟你说春风还没有吹过来 没有 如果有那三线就会翻两上来 懂意思吗 他就会怎么样 就会翻两上来 可是他没有吹过来 懂意思吗 寒冬好像将走进 可是好像还没走进 这就是我对他的看法 这样懂意思吗 好 另外一档ABF 景硕 跌四层 跟南电差不多了 跌那么深 跌到一年的低点 那我们看一下 很惨 你看这里好像要翻多了 可是为什么门口会这么多 卖出讯号 你好像准备 关紧闭关很久了 关了半年了 你准备要出门了 可是门口怎么一大堆敌人 拿刀拿枪在门口等你 你怎么出门 很显然 这个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看懂吗 所以这格局就是怪怪的 所以他如果要突破 他就用跳空 或带上朝门棒 才能够突破这个压力去 当然就很辛苦 一定会爆量 那势必有特定的阻力进场 这个拉抬 不然是不可能的 懂吗 因为这格局还是很脆弱 门口压力太沉重了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新兴 新兴是相对三档ABF 比较抗跌的 但这一段也跌26% 目前一样在半年的低档区盘整 那我们说抗跌股票有两种 抗跌以后领先上涨 第二种 抗跌以后补跌 那补跌就败了 那怎么研判 那到底领先上涨 你那触底法呢 还是补跌 看三线架构 三线架构对不对 不对 所以你拿到领先上涨 我不觉得 这样懂意思吗 我只能跟你说 小心他补跌 好不好 这是我对ABF目前三档股票的一个看法 所以答案就在这里 我写很清楚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把它拍照起来慢慢研究 行情每一天都在变化 每一天都在变化 过两天一个长红棒 哎呦 ABF春天来了 那你要知道 再过一个月还是没有 没有你要知道 还是继续破底 所以你每天都要知道 你也不要看我一天节目 然后就当做准一年 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没有人有这种能力 好 开始讲IC设计 今天的IC设计利多 世新本纪营收冲告 好 当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到这边 你想想看 世新的股价在哪里 到底他有没有机会带动 整个IC设计族群往上冲 好不好 IC设计族群转落了 这不是我今天跟你讲的 我在2月16号电视画面 东森的logo在这里 我从电视画面截图下来了 2月16号我就跟你讲 IC设计族群转落了 不是是我马后炮的 没有 这当天的图卡 当天的电视画面 这怎么马后炮 有没有 确实有讲 2月16号 今天已经6月6号了 那我们看这段时间 四个多位过去了 股价怎么表现 哎呦 真可怜 真的真可怜 真的是很可怜 跌得惨兮兮的 跌了400多块了 对不对 好 跌6 哇 也是很可怜 跌36%跌195块了 也是惨兮兮的 好 瑞翼 跌38% 跌220块 也是惨兮兮的 好 例外 更惨 因为它已经跌超过五成 跌55%了 跌到1395块 所以这些都是IC设计 你去买了这些族群 那真的是遇哭无泪 因为跌了五成了 那当然是遇哭无泪 所以我们这血汗前教训 才是最深刻的 如果你今天赔到IE设计 你这样回想2月16号 再没跟你讲IE设计转落了 你赶快把它卖掉 你今天多开心 多愉快 要不要感谢我 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你避开风险了 我们以后有机会 才能够更进一步交往 不是吗 好不好 好 还有什么 艾普 口脸这也是很惨 跌了57% 所以如果你没有避开 你看多惨 超过五成57% 这都是IC设计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避开怎么办 好不好 所以我们这IC设计群怎么看 今天是6月6号 来 经过一番精心大跌 真的有跌五成 有跌六成 真的很可怜 有的跌未进 还没跌完 有的已迎春 春天迎来 因为三线饭多 开始在涨了 这是IC设计族群 有点不同的样貌 懂得是吗 我讲很清楚 你不要说我将来没讲 你照片把它拍下来 电视外面把它拍下来 不要说我将来没讲 今天6月6号 我跟你讲 有的跌未进 有的已迎春 前面是一波 惊心动魄的大跌 真的是 可怜 跌五十几% 跌六十几% 天哪 都很惨 好不好 未来怎么研判 我刚刚跟你讲 对不对 有的已经跌 还没有跌完 有的开始 春天来了 来 举例一下 请问这个春天来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看到 还没看到三千万多 那你大跌一波下来 今天跌到四百多块了 来 联罚科 资源 跌完了没有 都是没有 看这个现象是还没有 也没有往 零走靠了 所以这个都是还没有跌完 很弱势的 好 世新 刚刚讲的 世新今天发力多 那请问这歌曲 对不对 不对 上档压力这么沉重 所以你把时间花在这种股票上 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赢的几乎很小 这样懂意思吗 这叫选股 懂意思吗 好不好 世新 我想你有答案了 你看完这个消息 你不晓得怎么操作 答案你在这里告诉你 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 金豪科 股价还没有跌完 看到吗 三线架构还没有修正完毕 股价最高点的时候 大概在182块 法案什么情形 低线特别短 下面长 如果这是一个椅子三个脚 这两个比较长 这个脚特别短 这怎么做 三个脚的椅子 一个脚特别短 你坐上去会跌倒 没办法做 懂意思吗 詹明有跟你提醒 这种股票是不能买的 有没有 好 另外一档也是一样 这都是爱意设计 第一线特别短 下面比较长 这跌下来就是五成 很可怜 短短一个多一就跌五成 所以你如果没有避开 你就惨了 有没有 椅子一个脚特别短 是不是一个脚特别短 对 这下来比较长 就像这个椅子一样 你告诉我怎么做 所以台胜科 金豪科都是一样的情形 台胜科 金豪科都一样的情形 这都是最高点的特性 这所谓的邪恶第五波 跌下来断头 一跌下来就是五成 哇 多可怕 这是技术分析比较高档的 很多人分析不到 股价最高点 它不可能翻空 所以很多人会以为 它翻多了去追 追完就死了 追完就跌下来就五成了 好不好 因为这个地方是 所谓的邪恶第五波 发生低脚特别短的一个迹象 好不好 这种情形 好 还有吗 圆经 这个也是 这不是按计设计 这圆经 同样是邪恶第五波 低线特别短 不 下来 很可怕 跌下来 好不好 像山湖花公园是一样 最高点附近 目前最高点附近 你看这是不是特别短 是不是邪恶第五波 万一是邪恶第五波 下来会破底 我把这个地方给跌破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要将我放这个画面给你看 今天是66号跟你讲 这邪恶第五波 要很小心 那你不小心 你要中奖 要受伤了 好不好 好 那什么是邪恶第五波 现在你知道了吗 第一线特别短 格局不对 好 我们看犀利 跌57% 来 这安逸设计 来 哎哟 天哪 高档这么多卖出讯号 你最近去 那就是57%不见了 但是来到这里 慢慢有三线 犯多的迹象了 对不对 中线还没有 三线慢慢有犯多 自跌的态势了 所以我们说 有的春天怎么样 慢慢看到 好像青草在萌芽了 有 跌57%了 慢慢青草在萌芽了 重点是 你这段要先避开 你这段没有避开57% 你到现在在等解套 做股票如果坐在 在等解套 那很可怜 没有春天 每天都很痛苦 每天压力都很大 每天在等解套 那你干脆不要买就好了 何必在等解套 懂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有买这段的 真的很可惜 半年内 你乱买很可惜 现在还稍微 稍微可以一点 但是还要继续追 因为这个卖出讯套 压着 万一上不去 再出现两线跌 或第二个卖出讯套出现 还是要跑 好 天率 高厂出现卖出去 到现在叠加力五成了 所以我们说 你去买这一段要干嘛 快五成 你赔这一段 不是很可惜吗 那目前在打底 打底的过程里面 三线慢慢接近临走 开始翻多了 那这边有几个压力 一个两个 这两个压力要跳功 带上常文棒突破 突破完之后 很快利用又有三个 四个 这比较不好一点 有一个老师 我记得好像一路讲 害死一对人 这不好 人家看不懂 好不好 跌快五成了 来 我们看另外一档连勇 这一波跌下来 这跌四几趴 那我们跌到这里之后 慢慢三线开始翻多了 可是压力还没有完全克服 所以我们这有的开始在萌芽了 春天慢慢来了 那有的跌还没跌完 这我们讲很清楚 哪些股票是跌完的 哪些股票还没跌完的 哪些股票开始在萌芽了 可是压力还没突破的 我刚刚都讲很清楚了 好不好 好 创意 领先翻多上来 他已经反弹一波了 艾普这段六几趴 这段没避开会很惨 现在开始翻多了 我们现在做多这一档 没错 不是赚到钱放口袋了吗 操作第八次的 每一次都赢 太美好了 上次赚46% 现在第七次第八次 第八次一做又赢了 多快乐 赢都赢少都没有关系 赢就是开心 这一段很避开 这是操作 IC设计族群 你手机把它照相照起来 今天是6月6号 我在电视后没跟你讲 不要说没跟你讲 好 那我们再回来大盘 大盘在2月22日跟你讲什么 开始倚天屠龙了 当时还在将近一万八千点 很多是不可能 要上两万点 这个未来多看 跌下来跌到 15616跌三千点 跌完之后很多人都受中奖 赢爱民2月24日跟你讲 要开始倚天屠龙 大盘跟电子股都是 有没有倚天屠龙 真的土了 三千点 对不对 好 开始有一些利空出来了 有人说科技业库存太多了 这一期最新的进周刊写的 整篇都在报道 科技业库存太多了 封城的关系 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接下来可能买气会比较弱 库存很多要消化 那怎么办 问题一大堆来 这一期的进周刊爆出来 所以很简单 你看到这个之后 你再回想说 跌这三千点 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 它不是乱跌 那如果你再想 赵爱民高档 在222就跟你讲了 电子股大盘 应该是要倚天屠龙了 你看多重要 这叫什么 叫领先市场 左叶的分析师 早就告诉你的 转机 这个危机在哪里 危机要赶快跑 转机来了 要进场 大概就这样 但是市场能做到很少 好 看了真的感动 不要心在闪 鬼在闪 哭哭走 那就完蛋了 好不好 股市里面没有来不及 只有要不要 等待不是方法 等待这边都是 最后都是输家 我在等 我在等一笔钱进来 我在等怎么样 我在等什么 那都不用说 在等的过程 你还在消耗你的能量 你还在股市继续赔钱 那是最可惜的 所以股市没有来不及 只有你要不要 你要就来得及 你犹豫不决 那就永远来不及 继续输也没办法 好不好 获利的喜悦 永远是股市里面 最美丽的风景 我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看到获利的喜悦 可以看到股市里面 最漂亮的风景 看到天背 一道彩虹 人生非常的完美 这才是你来股市的目的 有没有道理 小老鼠A 2500 6999 这是我赖达的 你可以加入 加入完什么样 先搜寻这个ID 小老鼠A 小老鼠要A也要 2500 6999 搜寻到加入 有问题发上来 我想要了解股权系统 我想要了解 什么跟老师操作 我想要了解 我所中的股票 现在买了多少钱 套了多久 它的三线架构怎么样 都可以 问问题是不用钱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操作 记得把电话留下来 张一铭会尽速回答 你把身交给优打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您回到掌点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们来看看 今天是6月6号 66 66大顺 非常好的日子 66大顺 6章6 这个顺利的意思 每个都是很顺利 都是心想事成 66大顺 另外一个大顺 其实大顺是 如果普克牌来讲 是11 12 13 跟A 这才叫大顺 当然在这个解释里面 另外有另外的解释 另外解释出在哪里 在左传里面讲 这所谓的 君力 成形 父慈 直效 胸爱 地境 这个叫所谓的六顺 当然也有人说是易经 易经里面这所谓的66大顺 易经比较深 我们就不讲了 当然如果你操作上 你可以很顺利 非常愉快 那就太幸福了 去年11月到12月 那一笔真的是做多单 赢得非常非常多 会员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非常的顺利 好 到了高点到了 217号我开始 放出第一笔空单 到21 22 手中多单 慢慢只出不进 22 22 手上全部都空单了 这样一波下来 光空单就赚爆了 赚了43笔 应该正确44笔 非常的开心 把这空单放口袋了 5月12号 开始要反弹了 空单全部反手为补 反手怎么样 开始做多单 从12号做到月底 各个会员都有三笔 9笔空单 跟9笔多单 把它放到口袋里面 放空完 5月12反手做多 做到月底 各会员 总特谱 通通三笔多单 把它放口袋 所以你说这操作是多么的幸福 多么的完美 多么的顺利 记得多做好事 多做好事 孝顺父母都会比较 什么都比较顺畅一点 好 这些所谓的顺利 我们说六六大顺也可以 好不好 今天刚好六六大顺 好 那穷人缺什么 穷人里面 表面上他缺钱 实际上他缺什么 他没有野心 他不想赚钱 他躺在那里 看老天爷会不会天空掉钱下来 吐啰啰掉钱下来 不要做忙 没有这种事情 不要傻 实际上缺什么 野心 脑袋里面缺什么 正缺的观念 没有观念怎么赚钱 来乱买一通 当然就赔钱 问题上缺的是选择 他碰到问题 他不晓得怎么选择 命运中最缺乏的就是行动 干到好的 他犹豫不决 要不要行动 一大堆问题 最后造成穷 这穷不是个单一原因 它是很多很多很多因素造成的 整体而言就是缺一个贵人来引导 如果你找了一个贵人来引导你 我想那是最快速有效的方法 你说要学专业 学股市到处看YouTube 那都没效 你看了一屁股 看了一大堆 也是都做错 不是吗 这不空谁就做对了 三千点点下来 每个都一屁股 赔得很惨 所以你怎么看都没有用 缺一个贵人引导 这贵人不容易找 好不好 寒映谷即将以天屠龙 赞鸣什么时候讲 去年7月18号 7月20号 寒映谷最高点的时候 赞鸣跟你讲 即将以天屠龙 老师你怎么炒大 电视画面 这电视画面讲 寒映谷以天屠龙 那真的有讲 7月20号 东森的画面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概念 你没有这种先知 你到现在抱一大堆韩国 你一定等着解他 都在套牢 套得很惨 最少 五成 最少 是不是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有啊 赞鸣有讲 7月20号 东森的电视画面 开始要以天屠龙 有没有 好 哎呦 六十几% 你看 跌下来真的断头 哎呦 六十几% 跌下来真的断头 长龙 阳明都一样 好不好 现在的长龙 来 三仙加工在临走 上面压力非常沉重 这是要怎么去 对不对 万海股价 几乎在一年的最底点 非常惨 好不好 阳明 一样 一大堆卖出软号压着 三仙在临走 上面就一大堆卖出软号压着 利多再多都展不动 这最大的问题 好不好 来 韩国两支飞机 长龙航 哎呦 怎么这么多乌云 对不对 是不是乌云密布 没错嘛 韩国 好 华航也是一样 转空好几个月了 一样乌云密布 这不在空头格局 所以你说 韩国怎么涨 海的也涨不动 空的也涨不动 那怎么涨 懂意思吗 韩国如何看 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利多不涨 最高 最高 利多不涨叫利空 上档压力重重 这是我今天 6月6号对韩国的看法 你把它拍照拍起来 不要说老师 你都没讲 有有有 有讲 你把它拍起来 好不好 好 特斯拉 跌很凶 最近拉回非常的重 跌非常的深 好 那我们跌到这里 这个马斯克面临一些问题 好 那请问特斯拉概念股这么多 那怎么研判 他这边 有股神系统 一秒钟一档股票就看清楚了 你就不会做错了 央行事件 海外的这个投资 可能要曝险非常多 目前大概25兆 天哪 这对海岸股 这个金融股 真的是雪上加霜 来 金融股从4月18出现卖出信号 到今天根本就没有买点 你去买金融股干嘛 不是吗 好 华欣 对不对 这里曾经有八天跌破 再反弹 这八天就住院了 有一个人突然去住院八天 你说他身体多健康 我也不相信了 不可能嘛 跑不远了嘛 懂意思吗 台积电跌到那么深了 跌一百八十几块了 那我们跌到哪里 董事宏 张爱民在最高点附近跟你讲 这天是2月18号 1月18号跟你讲 这格局是不对 台积电有没有 到目前都还没有修正完毕 这后还高点也转空了 危险好不好 期后也是这样 这格局都完全不对 股市里面没有来不及 只有要不要 要就来得及 货利的喜悦永远是股市 最美丽的风景 有没有道理 小鼠A25006999 这是我LINE的ID 你可以搜寻LINE 搜寻完加入 有任何问题发生 记得留下电话 张爱民会尽数回答你 把时间交给佑达 好的 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各表加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警公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